《破香港票房紀錄》的故事 是用四個多小時度過分場 是我用了兩個很好的喜劇語言 我竟然跑去拍了一部這樣的drama片 我知道我錯得很厲害 三叔比我更紅 更多女兒歡迎比我 這個是《九十神經》 對了,這是《九十神經》 我怕你拿錯了《九十神經》 《九十神經》 不過我聽說你創作的劇本真的很快 好像《得賭勝》一個星期 《方世玉》 《方世玉》 《方世玉》是我一生最快的劇本 第一集 最快的 五天 五天 就是五天 但是我還在拍《東城西藏》 然後我剛剛轉景停廠 我走進酒店裡 快劇本是怎麼逼出來的呢 就是無賴是怎麼練成這門功夫的呢 我告訴你就是 有一個導演叫袁葵 就躺在我的房間裡那張床裡 陪我五天五夜不走 然後中間我不捨就發爛 我就不斷寫 寫到我累了 那張床就在旁邊而已 我都試過累到 我就這樣伏低就睡了 因為我都不想走過去 因為那一刻我已經知道大概後面寫什麼 我就在那裡睡了 可能睡了兩三分鐘 一醒就寫了 接著繼續寫 最快五天 我最記得 方世玉 我覺得在那段時間我的創作是很 我自己覺得很 很黃色 很爆炸 爆發力很大 五天寫的劇本真的不是容易的 方世玉 這麼多人物的傳染 還有那個劇本是挺反抖的 將雷老虎 雷老虎變成外虎 方世玉本來是被雷老虎打死的 然後又敢寫 方大玉那條lesbian 的線 那是很大膽的創作 在那個年代 賭勝就是11天 那最初這個呢 《猛鬼餐館》不是我寫的 《猛鬼餐館》 《猛鬼餐館》是王家衛寫的 哦 主要是王家衛 我第一個劇本的片子是王家衛 但是我是有份參與 即是量度的細節 一切一切一切 即是那些對白 大家一起這樣 訂對白 但是寫出來的 一手一腳 王家衛 是我一生最快樂的一次 因為是不用寫劇本 自此之後我就懶惰了 就由《猛鬼學堂》開始 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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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現在 那時候王家衛導演 同時在搞《放國卡門》 你自己有沒有跟他一起談呢 有有有 那時候《影之傑》所有的劇本 主要是我和家衛的組合 然後再有其他編劇過來 主力都是我和家衛去選擇 那個方向 就是那個題材怎樣 當然 我們一定要 依導演的 就是我們不會違背導演的 因為導演就是靈魂來的 這樣 《卡門》那時候 你還記得好像《烏鷹》那樣的角色 你也有份跟他一起去想 當然有 當然有 由零開始 喂 那時候 你知道那時候 說話給你聽 王家衛導劇本 怎樣讀 我想多少編劇都暈倒了 就是某日 某一個情節 他一來到也不是跟你談 第一個鏡頭是怎樣 我怎會知道是你的導演 其實你由這句說話 你也可以去分享他創作的方向 他其實是一個要拿一個感覺的導演 其實鏡頭就是等於一個語言的感覺 他很想有一個畫面去讀一件事 又或者《阿非正傳》裡面 劉家玲入到那間房間 到底他是說的時候 坐在那裡說 還是站在那裡說 還是蹦在那裡說 還是蹦在那裡說 以門而立 那樣效一點 這樣說 就是有很多這些東西 不是由劇本那個情節裡面去的 很多這些是導演裡面 那場戲 你寫出來的 劇本發生了的事情 你知道怎樣去什麼 然後開始去導 導的時候 他才覺得 這個女演員的演繹方法應該是這樣 站在門邊裡 又或者這樣 好像《東邪西獨》 我們都問過 喂 宋朝的時候 那些人是坐在那裡 還是跪在那裡 借地而坐 還是怎樣 有很多這些細節的東西 是當時 是胡金泉這些 這麼有研究的導演 才撿到這樣 一般香港那班 真是我們看回 現在看回頭也會笑 但是當你 一比現在 國內那些劇集 他們真是很有研究 他真的有一個禮儀師 來告訴導演 那個時候 喝茶是怎樣的 那時候 的人是怎樣坐 有分 好像我們有時拍 港產那些黑社會片 大哥又怎樣坐 杯又怎樣擺 手指又怎樣移 說到黑社會 到那時候才能提出 原來黑社會 都是由我們中國文化 慢慢演變出來的 家衛是一個 這樣的導演 這樣的編劇 他不會像 阿昇仔 例如 讀功夫 小林足球 他不會說 第一個鏡頭是甚麼 星仔那些 你讀完 他先笑 他先想 那個球 怎麼踢 他去龍門 就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 你很擅長 去拍那個群戲 你怎樣去想 那些 走來走去 我不敢說 自己特別擅長一點 但我可以說 我選擇這個群戲 這個 亦都是跟當時的喜劇 潮流 是 觀眾是喜歡看那些的 那時候的觀眾 是很喜歡看五福星 很喜歡看很多那些 那些 一群 一群的 就算你最佳發動 都是群戲來的 你正在追女孩子 都是 一群人 知不知道 不會單對單 不會表作七日程 那些 那些 當時的潮流 是這樣的 我都 順應 潮流 觀眾 要看的東西 是事半功倍的 我只不過在 潮流裡面 去產生了一些 新的東西 新的東西 就是等於 功夫的時候 或者少林足球的時候 少林足球的時候 我還記得九龍酒店的時候 阿昇仔走來找我 又一直看劇本 他都在問 那個 那個 踢 這個足球 那個 是怎樣 會好看 我說千萬不要犯了一個 毛病 我講這句話 毛病的意思 我不是指 我將會說 那部戲是不好的 只不過我覺得 那個潮流以前 波牛 是那個年代 不適合少林足球 少林足球 你的概念 你要想 如果你一想 這個波牛 哇 很厲害 斯羅蘭道 或者美斯扭得很漂亮 你死定了 你不會拍得好看 你要用特技 你要用一種 不常規的想法 不常規的想法 我跟他說 很簡單 射十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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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一 但是在這個戲裡面 你是有權所有的人 變成一個盾牌 打橫 擋整個龍門 那你怎麼有 你怎麼有 即是說 因為他的戲名叫 少林足球 我就可以有這麼大的空間 根本是一種內功 打下去 那些人只是炸開 或者田雞 擋著手 那些衣服 那些衣服 燒得 完全沒了 我意思是順應潮流 拍喜劇 但是你要找一個 特別的地方 爆破它 同样当时《赌神》周远柏拍那部戏 我立刻偷鸡拍《赌性》 我要如何在《顺应赌片》的风格里爆了一件事出来呢 就是特技功能 出牌 而这个出牌也是袁葵告诉我 李连结有一次在大陆看到张宝胜出牌 我说这些九成都是魔术骗人 谁知道这句话他跟我说过有个这样的人都计赌性的时候 立刻把这件事发大了 变成了一个很神秘的特异功能 讲回赌性的时候 我记忆中爆发力是很强的 我和阿旦想到这件事 他去找吴思远 说有这样的题材 然后跟家和合作 但是写《故事大纲》到分场 四个小时多 四个小时多 整个故事已经写在黑板上了 就在吴思远的片仓里面 吴思远先生 我有一次看到他的访问 那块黑板还留下了 我写的分场字 《破香港撇房记录》的故事是用四个多小时 设计了分场 然后我回到酒店 就开始把那些分场 变成小分场 然后变成剧本 十一天 从货仓回到酒店 写完剧本之后 然后是十二日后 开始筹备拍戏 你想想那个时候是多神奇 那个时候那个爆炸力是很强的 虽然后面我也做了一些 几荒谬的东城西咒那些 电拍变社 那些是荒谬的 但是如果一个完整的剧本来说 《倒性》也是一个 几令我难忘的剧本来的 不止只有你有 那你说当时 你玩这个《倒神》 那时候你说暗诗思远导演 其实他 拜不拜你这个故事 初初 拜 拜思远是很好啊 暗老板应该说 多得他 当时他很support 我们去做这件事 他觉得这个很好题材 于是他去跟加和谈合作 我们很顺利就做到这件事了 那整个资金 整个资金其实大部分都是 由吴思远那边策动的资金 那加和当然有份 但是主要是吴思远去策动整件事 就是创作就由我去处理 还有我们建议周星辞给他 因为那时候他都听过周星辞这个人 但是他还没有想到星辞 周星辞和军如是否因为你们和他合作了 《流氓差婆》 所以你觉得他们两个可以有那个火花出来呢 那时候我一拍《流氓差婆》两个星期左右 我就知道我失败了 我知道我失败了 我错了 我错了的原因不是说那部电影我拍错了 不是我做的电影拍错了 是我用了两个很好的喜剧语言 我竟然走去拍了一部这样的drama片 我知道我错了很厉害 于是在未拍《倒性》之前 我立刻找梁家书 我监制了一部电影叫《望夫成龙》 那部是周星辞第一部《过千万》 他第一部《过千万》不是《一本漫娃酒天埋》 第一部《过千万》是《望夫成龙》 一拍完那部之后 我就跟周星辞说你不用想了 你是喜剧演员 那我立刻就倒性 就立刻去弄 那达哥呢 因为他跟周星辞在电视台上 所以就找他们一起 因为我之前拍过他很多部电影 他在《霸王女复星》里面 那时候我拍过他几次了 我觉得很多人看不到他其实是喜剧演员 每个人都经常觉得他是做反派 那到他跟《昇仔》来自江湖的时候 更加已经证实了他们是可以的了 而《昇仔》那个时候 他来自江湖 他都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那他在外面因为撞到那些导演 那些导演都是给他的提材 因为他之前也拍过过十部以上的文艺片 那没有一个导演知道他是喜剧演员 不是说之前那些导演不拍的喜剧 例如《咖喱辣椒》那些导演也拍的 我知道这个演员是中了 接着到《昇仔》放大 一放大的时候是如如得水 他又撞到一个神经刀 这把神经刀又有一条鱼刚刚给他撞 最好了这条鱼一撞就 全开了全部的东西 正正我先告诉你 导演其实最大的功能是什么呢 把演员的自信心的门打开 把他里面的东西走出来 而不是我们教他 如果每一样东西是我教他 他才能做到 这个喜剧演员有限度而已 而那个演员好的是什么呢 是我打开他那栋自信心的门 跟着他的东西涌出来 然后我接收到 跟着我再夸张 要他再放大一点 那大家如如得水 大家相互相成 达哥也是 如果不是达哥怎样 三缩 他直接是 他直接是开心到达哥 我们破了四千万 那时候很开心 有一晚他两个 请我和阿蛋导演吃饭 吃完饭 在尖东里撞到成龙 成龙大哥就很客气 喂 阿蛋 阿蛋 他也不是很熟 但是他更加不熟 但是他就很 你知道 成龙大哥是 其实是很客气的 而且很扶持 那些新的人 他不会觉得 你破了一篇多久 我就不会的 我真的很欣赏他 我感到这个 晚上去夜宗会 夜宗会 大家玩 喝酒 那天只是喝酒 喝酒的時候 當晚全部的女兒只看到五眼打 三叔 那就是那些女兒牽上的三叔 不是只三叔牽上的女兒 那大家就很開心 之後我跟阿蛋翌日吃飯 阿蛋就說 唉 Jacky昨天晚上說 真的不夠一個三叔 三叔比我還要紅 更多女兒歡迎比我 女主角張敏呢 其實我認識張敏不是在電影圈 我認識她是電影圈的 但我不是在那裡認識她 其實我們在Shangular Health Club 我們大家認識她 她是經常做運動的 我和我太太也是經常在那裡做運動 我們認識大家 那時候她初初入榮盛的時候 我認識她的時候她還未入榮盛 入了未 我還未知道她是一個演員 我只知道她拍了一個廣告 我知道這個女生很好 很有條件 是男觀眾的夢中情人 她有這個氣質 她和其他演員不同 她是很有瑪麗連夢露的感覺 而她和瑪麗連夢露的分別就是 瑪麗連夢露是成熟性感 但是暗吻不是 暗吻是那時候 她那種性感是很年輕很乾淨 不是說瑪麗連夢露是不乾淨 但是瑪麗連夢露是成熟一點的 暗吻是很乾淨 令到那些男性觀眾很容易女神感覺 那時候就cast她 我那時候 賭勝之後我破了香港票房紀錄 賭敗很好 那個人以為我是最有信心 William 我告訴你 在我一生拍電影之中 我最有信心就是那一年 因為那一年我看到一件事 我想很多人不會看的 我這個人是 即是 即是 即是怎樣說 即是 即是你有危機感 即是 當你的票房去到那裏的時候 你當然你再會想 你繼續衝破那件事 但是很大的機會 那些股票去到那裏 是先滑落的 即是 你的機會再衝破 是會再辛苦的 唯一件事 我覺得我要試的是什麼 即是我要試一隻 香港人沒有試過這隻 這隻類型的電影 那我跟阿彈 那時候又這麼好笑 王家衛又不知為何去了紐約 三個人都在香港 我就是在Vancouver 阿彈就在西雅圖 那時候我跟阿彈已經 合作完 釋迦種地 賭勝賭罷 很多東西 那我就說 喂 我叫高佬飛過來 那我就去西雅圖找阿彈 高佬更活該 本來我去那裏都是幾小時的時間 誰知道突然等了整個 眼座館還未來 然後才發現 原來他遲到了上班機 即是他遲到就經常了 他拍戲經常遲到 原來他坐飛機都可以遲到 結果我們等了他第二天 他才飛機早上來 在那個時候就開始 我想拍一個 是喜劇 但是漫畫 動作的喜劇 漫畫 那個時候 我記憶中 香港 沒有那個漫畫 動作喜劇 not until 第二次我拍 不是我拍 我跟周星馳 拍功夫的時候 那個是第二次 真真正正的漫畫喜劇 在in between 九一神雕俠 合女之後 杜其鋒拍 東方三峽 那些 我都不列入 是真正的漫畫喜劇 是 但是我覺得 九一神雕 系列 是 沒錯 這個是九一神雕 對了 這個是九一神雕 我怕你拿錯九 九神雕 不關我的事 完全不關我的事 這個才是正牌的 這樣 其實那幾年是很奇怪的 那幾年是我個人很喜歡去試的 還有很多導演 當你很喜歡去看歌的時候 你如果 自己也知道是 高峰期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重複拍自己的 但是那幾年我是很反叛的 我是賭勝 破了票房紀錄章 我去拍《九一神雕》 《九一神雕》 我又不拍《九一神雕》 十二十幾三十年不唱歌 黃梅調之後沒有人唱歌 但是那時候 我相信 唱歌潮是可以牽動起劇 另外一個圈子 不代表全部拍唱歌 但是 是開拓一些新的東西 就是懷舊 然後高志森的那些 《和春天》《我約會》 就開始了 這樣 《青仔》很聰明 拍了兩場戲還不知道你這條劉振偉 還會這樣嗎? 你也算活該 《東盛西咒》 當時演員有些是 我叫他這樣做的時候他很害怕 因為他的形象我不可以這樣 周星馳約了我在香格里拉酒店 看見他的樣子看著我完全沒有信心